那么如果中途岛这有什么闪失的话 这就坏了 第一个是日本呢 如果打中途岛 那等于直接面对着美国本土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了 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 那么美国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本土还没有遭过大规模战争 所以这是美国不能接受的 第二个如果美国中途岛这受到压力大 美国就会把支援欧洲的舰队拉回来 那么在欧洲作战的盟军 势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样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来我们知道1945年结束的 如果中途岛这一战美国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可能1945年就结束 不定得打到什么猴年马月去 中途岛一战 日本海军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上风 那么美国到底是融合打赢的这场关键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 它的引发是由1941年12月7号 珍珠港这次偷袭事件 日本是琢磨好了 早晚对美国有异战 但是偷袭珍珠港之前 日本的舰队司令356年他有个谋略 就是说我打算在偷袭珍珠港前一个小时 我跟美国下宣战水 其实这一个小时 美国也不可能来得及准备什么玩意 也跟偷袭差不多 这样日本显得师处有名 我打赢打不赢的 回头我跟你在谈判桌上能谈 因为我不是偷袭你 我对你宣战了 咱可以谈 可没想到阴差阳错这个宣战书呢 是在开打了之后半个小时送到 可不美国人气坏啊 你偷袭完我你对我宣战 你这不跟我玩的吗 所以美国上下 重仇敌害 三军同意 就对着日本人眼前恨死了 所以你看电影《呼呼呼》里面 356年有句著名的台词 说我们可能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 他们充满着愤怒 从美国人的性格来看 再没有比这个更能激怒他们的了 这样 就等于把一个巨人 从睡梦中惊醒 使他愤怒的站起来 也正是在这样背景下 三门56审时度势 制定了一定要拿下中挫岛的战略方针 他为什么这么制定 三门56很清楚 他为什么管美国叫沉睡的巨人 眼下美国海军的实力 是不如日本 可是如果战争脱入持久战的话 美国后方是稳定的 他的兵员补给 国力明显要比战争已经进入纵深的日本 要守候的多 就是说如果长期持久的打一下 日本的海军肯定攻不上 美国的海军会白源不断的补给出来 美国国内就开始造航母了 没有什么力量是非常强的 所以三门56决定 必须趁这个时候 以最短的时间摧毁美国海军 要不然的话 日本海军就完了 三门56这个计划充满着赌国性 因为三门56本人就是个赌徒 据说这个人对普普克为奇 反正这些能赌的东西他都感兴趣 而且赌术很精 曾经有个夸张说法 他到摩洛哥哥赌场赌去 赌场都不敢让他进来 他跟日本天皇说 你要放我一年假 我去赌钱能给你赢回一辆航空母舰来 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夸张说法 但是说明三门56这人赌性很重 但他在中途岛海战上 这种赌博应该说是审视过失 他也知道如果按部就班的打 一旦美国后方的补给上来 那么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 就有可能遭遇逆软 所以他必须得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拿下美国海军